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發生的到底是哪一年 如果我要按照年當成是X軸的話 那數量當成是Y軸的話 那第一個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那記得一定要先怎麼樣 先產生對應的欄位 比如說我要統計的是那一年 那如果沒有那一年的欄位 你可以先按右鍵插入一個空白欄 那欄位名稱的話 也許你把它取成叫年好了 那年的部分還好這個發生日期 剛好它在前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用插入函數的話 可以用插入函數裡面的文字函數 裡面的Lapt 那這個Lapt的話就是指的是 這個資料裡面的前三個字 輸入3就可以了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實這個資料本來是數字 那經過Lapt之後的話 它會先幫你轉換成文字 再做切割 所以你會發現 切割完之後的資料 本來是數字有沒有 過來的話呢 會變103的文字 那怎麼知道是文字 你可以看前後的雙引號 而且按確定的話 它一定會靠左對齊 有沒有發現靠左對齊 這個當然目前 如果你要來統計的話 是沒有差別的 直接把它向下填滿 OK 你可以看到 104年的資料 就出來 105年 但是呢 我們是希望說 快速的把它算一下 到底 104有幾筆資料 那最快的方法 你可以插入 數量分析表 按確定 然後記得 把年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OK 也就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把年有沒有 這個 插入數量分析表之後 放在列 把年再放一次 再放在值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自動幫我把什麼 把104到111 就今年的資料 幫我列出來 不過呢 這裡的話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103就有一筆 怎麼可能對不對 那111 就今年的話只有17筆 所以這兩年 顯然如果放在這裡 好像有點 統計起來 有點像 我希望把它剔除掉 因為它這個資料 應該不完整 所以我要怎麼把它剔除 最後的話記得 你可以用列標籤 可以把103 打勾取消 111 打勾取消按確定 有沒有 這兩年的資料 那就被我們剔除掉了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畫一個圖在旁邊的話 那個叫什麼 歷年竊道的這個統計圖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 再按一下什麼 有沒有 很快就可以把這個 樞紐分析的表做出來了 那圖怎麼做 圖的話就樞紐分析圖 所以這裡的話 你再按一下樞紐分析圖 找到折線圖部分 那一般習慣折線圖 是最好有個資料端點的 含資料標記的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折線圖 馬上就出現了 那可以看到 如果以自然來看 上面也許 這個叫圖例吧 圖例可以把它刪除掉 這個好像圖例在這裡 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然後上面的標題 可以把它改一下 給它一個名稱吧 叫什麼 歷年 竊道 案件 統計圖 例年 竊道 統計圖 OK 這樣 然後呢 也許如果你想要把字 換一下 上面其實還可以修改格式 如果常用什麼 把底色換一下 把字換一個顏色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這樣就很清楚了 那也就是說呢 很快的我們透過這個開放資料裡面 就可以很快得到一個統計表 就是用樞紐分析表做的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歷年來好像你可以看到104年 一整年的竊道案件 大概就是快差不多700筆吧 一直到110年 就去年 已經掉到不到200筆 所以以這個圖來看 顯然台北市的那個住宅竊道 這個部分的案件 是歷年來應該是越來越少才對 OK 所以看得出來 這應該可以看得到 應該治安變好還是變不好 這個當然你可以很明顯的 有圖有真相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其實你會發現 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幫我多一個工作表在這裡 這個也許就是什麼 就是歷年竊召案件統計好了 找一個圖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 把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OK 歷年來的那個統計圖就畫出來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先產生一個這個年的這個欄位 用left取得三個字 然後並且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就會跳到這邊來 然後你就把黏拉到黏 黏拉到直 再把什麼呢 這個地方103跟1111有沒有 把它打勾取消按確定 再利用什麼呢 這個樞紐分析圖幫我繪製一個折線圖 OK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個部分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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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